央视新闻9月14月报道着,最近,俄罗斯在空袭伊德利布上的行动,出动了三架苏到34战斗空炸机和一架苏到35战斗机,这可为上俄罗斯目前现已最先进的两种机型。 有专家认为,这意味着俄罗斯已经将美国列为主要的备战对象,这等于是给美国划下了红线,更引起了美军的不满。 据外媒报道,在最近几天对伊德利布上的轰炸中,俄罗斯空袭军采取了一架苏到35战斗机掩护三架苏到34战斗空炸机的方式,对反对派的阵地实施了多轮紧确打击。 以往俄罗斯空袭时,大多数使用苏到24战斗空炸机或苏到25攻击机,苏到34则是俄罗斯设计非常成功的一款战斗空炸机。 此前在叙利亚执行过多次作战任务,均有非常优秀的表现。 苏到35战斗机也是俄罗斯现役机型中最先进的战斗机。 中国已经购买了24架苏到35,目前很有可能继续购买这款战斗机。 在拥有歼20、歼16等先进战斗机的情况下,中国空军依旧能够看上缩到35战斗机。 此外也说明这款战斗机设计非常成功。 可以说,俄罗斯这次派出了自己能拿出手的最好空中组合。 有专家表示这说明了俄罗斯人开始认真了。 在以满轰炸版对派的时候,俄军之所以只出动苏复24和苏的25。 是因为反正政府军没有多少防空火力,现在派出最强组合,首先就是表明俄罗斯的态度。 以得力不开战在即,美国、土耳其、以色列无一例外都是竭力版队。 土耳其将大批军队和坦克部署到边境,美国不仅签署新命令,要求美军永久驻扎顺利亚,甚至将F-35部署到了中东。 除此以外还在地中海集结大批军舰,至于以色列,直接就开始轰炸陶尔图斯港。 很明显,美军摆出了一副不择手段,阻止俄军联军解放伊德利普的架势。 那么俄罗斯也必然要摆出沿着以待的姿态,用最先进的战机执行作战任务。 首先就是一种强硬姿态的展示。 在强硬姿态的同时,俄军已经沿着以待。 事实上,美俄两军都一直可守一条默认的红线,那就是美军战机不能越过右巴拉底河。 但现在美军的架势,显然是想越过红线,直接接入伊德利普选局势。 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必然要进行临战的准备。 这也是警告美国人,别越过红线,否则我就不客气了。 当然,美国也不是下大的,尤其是在特劳普领导下,越来越像一个愣种。 联合国大使黑利,就警告俄罗斯和蓄利亚,不要测试美军使用武力的决心。 他警告说,美国已经非常严厉,的警告了俄罗斯和蓄利亚,如果他们敢再用化学武器,那么美国这一次将不会纵容下去。 所以不要再测试美国的决心,从博尔断到黑利,已经多为美国正要开口了。 白头盔和征服阵线们,你们的主子实际上已经下令了,赶紧动手吧。 虽然俄罗斯人早就揭露了阴谋,但现在命都快没了,还要在乎脸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